中国朋友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中国的俄罗斯人堂西兰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来到中国留学 而且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中国 来中国之前 我其实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的 我对中文传生生活兴趣之后 才开始慢慢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语言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觉得我和中国的缘分就是诗歌 这几年我一直在杭州 这边也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 包括在我的学校里面 也有很多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深厚兴趣 随着时间 我也发现很多人的兴趣 都会产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呢 我记得在俄罗斯读中学高中的时候 对文学对文化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也不太喜欢看书 但是到中国之后 开始接触中文 开始练习自己的英语 包括我也最近开始了学习其他的语言 土耳其语 还有我特别特别希望学会法语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学土耳其语 其实呢 大概两年之前 是参加了一个海南 波澳国际时刻节 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土耳其的诗人 是一个当代的土耳其著名的诗人 那么我当时和他交流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也跟中国朋友们介绍过 自己的第二个民族 是楚瓦神族 那么楚瓦神族 它是属于突厥渔系的一个民族 然后呢问了他 你知不知道 俄罗斯有一个这样的民族叫楚瓦神族 然后他就惊讶地说 哎我知道呀 我们现在和楚瓦神民族交流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语言 然后他非常支持我去学习土耳其语 这样我也可以更加接近他们一些传统的文化 包括最近因为我们学校放假了 其实我现在的毕业论文也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空的时间还是比较多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我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那么这几天我也读了一些俄罗斯科学家 还有专家写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其实我也不想特别深入了解 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因为搞这样的一个方向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些方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推荐更多有趣的文区作品 比如说你们现在在中国最活的是那一部小说 所以你们可以给我多推荐一下 然后我这个方家可以多读 然后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交流 那么后面呢我想给大家朗读刺激写的作品 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 本来我想朗读另一首诗 但是因为今天是一月底 是我们去年2020年出现的这个新冠病毒 我记得当时大家都非常迷茫 都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我在疫情期间也写了很多作品 画了很多话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也多多支持中国朋友们 世界各个国家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请允许我给大家朗读刺激写的一首三文诗 叫做《等摘下口罩》 我们在人海重逢 摘在家里 仍然静止出门 口罩成为大家常用的生活品 每天 新闻里的报道说 继续封闭 声名为先 这一种说法 正有道理 当中国的遭遇 很多人在怀疑 而现在全世界 也有了 同样的命运 现在 我每天 从宿舍出来三步 转几圈 看苏式区外 过去的人流 那些 出租车的司机 带上 不同的乘客 那些 外买的大哥 为我们 急急忙忙 送火 就在这一瞬间 开始 思考 自己 的人生 对一个人的幸福而言 所需 即使很少 有一个温馨的家 温暖你的家人 一个 小小的沙发 温暖的坛子 一本 好书 不到一个月 大家生活 都慢慢变了 每一个人 内心独白 我们都是家人 不管曾经 多少悲苦的考量 当都有一个 共同的点 那就是 忍心 宅在家里 还是 在 康独的前线 大家都为祖国 甚至为 全世界 都愿意做出 大量的贡献 永远不会 作弊上官 但一切都会 慢慢地过去 有一天 可以走在 人海 茫茫的大街上 那些白衣天使 与外买的大哥 外出上班的时候 终于喊出一句 再不要戴口罩了 真好呀 这样 我又可以听别人 花朵的心声 再等一等吧 等一下 摘口罩 我们 在 人海 重逢 去年 所有的人 都经历了 很多考量 其实我希望 在新的一年 我们会有一个 新的开始 希望所有的 中国朋友们 身体健康 富如东海 谢谢你们的关注 下一期更加精彩 拜拜